議員長,說那個李請畢文的聲音你有什麼看法 謝謝大家,我想站好好不好 OKOK 現在這個案子已經進入司法調查 然後我們中平會明天也會做相關的討論 反正事實真相就是這樣 我們就是會盡在調查結果 也會尊重黨內的處理 但是我覺得重點還是在於 趕快把責任釐清 把事實真相還給社會大眾 台灣民眾黨沒有人作假 台灣民眾黨在政治線性上的作業 每一筆錢都有完整的支出憑證 這一點是確定的 我們也希望檢調快一點 把這個結果公諸於事 謝謝大家 那柯文哲昨天他有 在賭賣的時候講了這麼一句話 本來想放他一條生路 這個他當然是端木正 記者問這幾天有和端木正聯絡嗎 他說我也找不到人 後來柯文哲到了之後 才接受記者又問到這一段 柯文哲才說我要叫律師搞他 所以才會有本來在今天上午的提告 現在延後到下午的三點鐘提告 因為柯文哲講這句話 其實我個人很介意 他說本來想放他一條生路 我們這邊是說 查下去誰放誰生路還不知道呢 只是我要請教這個委員 我們的財務專家 也就是說 你說放他生路就可以放他生路嗎 那如果屬實 這真的擺明了就是違法 這整個事件到現在我們可以斷定 受到最大傷害的人就是柯文哲 第二個受到最大傷害的就是民眾黨 依法律層面來講 柯文哲的總統競選總部跟民眾黨是兩個法人團體 沒有互相冠冕的 但是看到婉惠這種心情 我心裡也很心疼婉惠這種低落的心境 為什麼 你怎麼競選總部的人 通通丟給黨部幾擦屁股啊 競選總部競選總部啊 黨部是黨部啊 頂多借場地而已吧 借場地關係有什麼法律關係沒有 沒有耶 還真的沒有耶 那怎麼在黨部發言人衝鋒陷陣啊 競選總是誰負責 沒錯耶 那天是競選總的活動 不是民眾黨的記者 不是跟民眾黨什麼關係啊 抓頭沒民眾黨 抓尾沒民眾黨 可是因為柯文哲受傷害 這個民眾黨跟著受傷害 當然啊 所以因為在政治上是連結 以及在法律上是毫無關係 我們要這樣來看 再來第二個問題 為什麼這個事情會起來 不就是尼奧跟什勒嗎 跑去 不是跑去跟民眾黨的立委 黃國昌講說 欸國昌啊 委員啊 有點什麼事情 你幫忙處理一下 或者說 跑去跟民眾黨的立委 這個比較少看到人的 黃大立委 珊珊 這個事情有問題你處理一下 看到底怎麼回事 他跑去找康仁俊 對 媒體人爆料 哎呦 他先發訊息給黃珊珊 以毒不回嘛 他給他以毒不回 講他真的氣 對 好不好 所以不管他以毒回不對 怎麼會去找外面的人 這到底你要實樂也是 從黃珊珊手上收到很大的生意啊 這難道不是嗎 太北市長也是幫他生意 總統幫他生意 然後 你那不曉得這種在媒體上軒然 打擊的第一個對象是柯文哲嗎 柯文哲變得很無辜耶 變得很無辜耶 就在天上掉下來的石頭 然後不小心砸到阿伯的頭 不是這樣子嗎 就像有人要跳樓 他跳樓沒死 砸死那個人 逼上那個人 無告衰 我怎麼這麼講 進不外行再歸 昨天有一個朋友打電話給我 這個是 柯文哲很熟的人 他說你記不記得你曾經跟那個 謝明珠講過一句話 我都忘了 謝明珠就是柯文哲辦公室主任 我想 對 之前台北市政府 對 應該知道 我說柯文哲用黃珊珊 可能是很大的失誤 不限異語成誠 異語成誠 今天黃珊珊說 我扛責任 所以我辭掉中央委員 這跟黨部毫無關係 辭什麼中央委員 對啊 這不是有點莫名其妙嗎 所以我第一個時間 前天是不是 我就說應該辭掉不分區立委 因為你不分區立委 跟總統一起選的嘛 你們競選總部是綁在一起的嘛 對不對 你要辭掉你的競選職務 怎麼辭掉你黨部呢 OK 這有點奇怪 在金蠶脫殼是不是 即使說想要迴避司法責任 不管有沒有司法責任 你第一個時間 把你要食樂找來 跟會計找來 大家對一對 可不可以私貨調整 可以啊 可以啊 不是完全不能夠私貨調整 你怎麼不私貨調整 你渲染得那麼大 然後讓檢調來介入 然後一筆一筆來查 然後再找貓利來修理你 我有沒有看到這種境地呢 自己人修理自己人 哎呦如果今天是 所以委員才會有陰謀論跑出來 說這些黃珊珊要弄 看不懂 看不懂 是陰謀論我當然覺得 我不太相信啦 就是說有人想要取代柯文哲 要整個把整個民眾黨盤走 所以找外面的人來打擊柯文哲 或者是有人被民進黨收埋 來打擊柯文哲 那民進黨裡面跟民眾 跟民進黨關係最好的 不是黃珊珊跟死亂的這個兩個人嗎 就他們兩個跟民進黨關係最好啊 把這個陰謀論我們也沒有證據嘛 沒有證據 沒有證據所以我們沒有辦法談 但是我知道喔 市場上已經軒然了半天啦 什麼黃珊珊跟蔡英關係怎麼樣 跟賴清德關係怎麼樣 然後會跟律合作啦 對他等等合作等等 幹掉柯文哲 然後這個都是道聽途說 我沒辦法證明 可是我也沒辦法反正啊 有一個是明確的 明確什麼 就是這個民眾黨傳很久了啦 就是希望民進黨 臺北市長不要提名 然後讓他跟蔣王恩對決 黃珊珊沒那個本事啊 民眾 民進黨不要提啦 黃珊珊沒那個本事啊 那你到底要進攻啊 那人家為什麼要提不提名 黃珊珊沒那個本事啊 喔 那麼不一定 欸 對不起啊 不過民進黨的資源灌進去呢 不 我跟你講那個 林佑昌現在大家都已經在講新北 對 一直講 你有聽過民進黨誰要選台北嗎 目前沒有啊 是啊 鄭麗君啦 以民進黨這樣的政黨 會不會有台北市的候選 所以委員 可是委員又 鄭麗君不會選啦 鄭麗君啦 我以為是吳俊姚耶 鄭麗君 民進黨會把他留在行政院副院長 他有很多功能啦 黃珊珊 上次在選舉大的時候 他聲勢多高 那當時講 那次沒有民進黨啊 那如果接下來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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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實中有啊 不是 我是說沒有民進黨幫他啊 對不對 那如果談好了 等於是另外一次柯文哲模式 對啊 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這樣也不行喔 對 行情不同 沒有啦 這個我同意不可 我現在是在講 人家這樣說嘛 民進黨有陰謀 要韓山山配合就對了 對啦 你說的是 你的實際判斷 我的實際判斷 你的實際判斷我同意啦 打不過講話啊 打不過講話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 黃珊珊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脫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 黃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柔優 Care